我扶你吧 小姐 没关系 慢点 我扶你 小姐 小心点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小姐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 有那么好看的 开门 童童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童童 来 过来 妈妈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我 妈妈 你脚疼吗 妈妈的脚啊 看到童童就不疼了 来给妈妈加个油 好不好 真乖 笑一下 笑一下 好了 来 童童 童童 告诉妈妈为什么哭啊 奶奶说 以后妈妈就不要童童了 没有 你误会奶奶了 她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呢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童童 这就是童童的家呀 你看 这有那么多好玩的玩具 多好呀 妈妈也搬过来吗 妈妈还要去魔法学校上课呢 怎么搬过来呀 好了 童童乖 躺到床上 妈妈给童童讲个故事 然后我们就睡觉好不好 嗯 好 童童你能一下子钻到被窝里吗 嗯 快去 妈妈过来啦 我 来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呀 好 上一次 妈妈是不是讲到 哈利波特 碰到伏地魔了呀 摩 那哈利波特呀 她在魔法学院 看到伏地魔之后呢 小朋友们都害怕了 哈利波特知道啊 哎 童童 来把眼睛闭上 边听妈妈讲故事 边睡觉好不好 伏地魔呀 她想把哈利波特的学校 都给移为平地了 童童乖 乖 童童睡觉觉 乖 我以为我出现在法庭 会破坏立种魔的形象 给她减分 可没想到 你们还是输了 不过 我很好奇 什么 为什么你会怕一个小孩子呢 怎么讲 儿子不过是亲情的代表 她根本就代替不了你和她的爱情 你怎么知道 我做不了一个好妈妈呢 万妮 你很幸福吗 你和立种魔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你是想看我后悔的样子 虽然你很少表现出来 但是我看得出 你很在意立种魔 作为你的前任 我提醒你一句 趁自己还没有遍体鳞伤 你给她分手吧 我们下一个顺畅的身体 你过来 好不好 如果哪个人 你们看得了 你过来